故宫的真飞井 故宫的真飞井 不过十寸 如何能将人塞进去呢 去过故宫的 都应该见过这口有名的真飞井 但是我们看到的 并不是真正的井口 而是故宫博物院 为了安全起见 放置的井盖石下面的井口 想塞进去一个人 还是轻而易举的 真飞被慈禧抛弃之后 一直在里面泡了快一年 由于慈禧经常做噩梦 感觉有不祥之兆 才让人把真飞尸体打捞上来 追封为贵妃葬于清熙灵